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有的床 床品 凳子 披露 还有窗帘 所有的东西都会留下 这是为数不多的亚满间把所有的东西都留下的一种亚满间 一进来 这个主卧洗手间 这样的感觉 有一个比较大的shower 但是就没有这个浴缸了 然后再往里走呢 是衣帽间 橱棍留下 这些衣帽间的装饰品会拿走哈 这个就是 只是简单的演示一下 然后主卧衣帽间连着洗衣房里的这些东西 然后洗衣房上面的装饰品也都会留下 从洗衣房出来就直接到了厨房的位置 我们再看一下院子 我们现在看的这个房子的院子 占地并不是很大 因为这个房子是40尺宽居的房子 就是比较窄的宽居 室外的这些家具 地毯 挂室也都会留下 整个院子就这样子的 然后它这种了些树 所以其实跟邻居之间还是蛮隔离的 就不会让邻居看得到你很多的隐私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说所有的物品都会放下 这一点让人非常省心 那你搬进来的时候就什么都不用管了 直接拎包入住就好了 现在我们就去二楼看看 样板间装修的就比较好 地毯全都是厚的地毯 厚的短毛地毯相对贵一点 一上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一上来是一个game room 当然所有这些东西都会留下 是一个给孩子的一个空间 很温馨 我之所以强调这是40尺宽居的房子 就是因为这个房子的宽居稍微窄一点 平常我们拍的一些别墅怎么着都是45尺 50尺55尺60多尺 甚至豪宅100多尺的 所以这个宽距相对小一点 这是楼上的第一个卧室 它楼上的卧室并不是很小 还是比较适中的 很漂亮的粉色 卧室的旁边呢 这是洗手间 然后又有两个卧室 分别是这边 这是其中一个 另外一边 这是另外一个卧室 它的这个床都是queen的床 所以能看得出来卧室面积并不是很小 到了刻卧的地方 刻我的洗手间 因为要满间嘛 所以你看所有的贴砖都贴到底了 然后做了一些花纹 好这就是二楼的一个感觉 现在我们再去一楼看一下 其实一楼还有半个卧室 不是半个洗手间 刚才没有拍到的 整个小区因为要卖要满间了 所以基本上整个小区都是建完了的 还有六七套房子 就完全结束了 ok 因为是窄宽具的房子 它的这个洗手间 就放在了一进门的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洗手间是有窗户的 所以是蛮明亮的一种 好了这就是今天我们看的这房子了 如果您对楼根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我微信 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JJ 我们今天就看到这了 拜拜 拜拜 这个小区是一个全封闭的社区 这就是那个大门 待会我们再从大门出了学校 我们现在再看一下这个房子 社区里面比较里面的房子都卖了 然后像这几块地是还没有卖掉的 因为门口就是一个路 所以其实比较靠里的房子是比较好卖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像这几套 已经盖好的 这些都是已经卖掉的 所以整个社区来讲 差不多还有七至十套左右没有卖掉 其他的是完全结束的 所以那样板间才开始卖 就是这样子 您看到他们这个社区里面 有一段房子的车库是在前面的 那有的房子的车库是排在后面的 车库在后面的那种的价位就相对更低一些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车库都是在后面的 像这种的价位就稍微低一点 有的是三十二万三十三万左右 然后我们从这个小区转了一圈 就转到了我们刚才介绍的样板间的这个位置 我们介绍的样板间的这个位置 就是在很多我们中国人的思想当中 这个风水当中 这个其实有点路重 你看这个路 回头看看 这就是样板间 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得出来 然后这边就是路 稍微有一点路重 因为我这个拍摄角度不太好拍 那我们现在就这样从大门就出去了 风力是社区 学区也非常好 这个房子离医院非常的近 也就十二分钟的距离 这个房子离我们平常老去的一个大商场 Kity Mail是十一分钟的距离 如果去中国超市买菜的话 它离亚洲城也就是十四分钟的距离 位置非常好很方便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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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